各位 港獨越罵越大 罵到外交部都要介入 香港不是真的有港獨 只不過有一位叫陳浩天的朋友 成立了香港民族黨 黨綱寫到滲透政府 滲透警隊 四維講話說要去中學派傳單 成立國家組織軍隊 十足一個恐怖組織 合適社團條例的需要 我也不明白為何有政黨 是故意為社團條例度身訂做的 而人又要去台灣勾結台獨開會 才是精彩 這位朋友最近有點麻煩 因為他在外國記者會 在8月中有一個演講 就是用港獨做主題 即是香港獨立 然後是一個政治不正確的選擇 演講是收錢的 當然是經費問題 最近外交部正式抗議 叫FCC 即是外國記者會 不要主辦這個演講 因為它涉及港獨 引起牽然大波 究竟外交部為何要出售 為何不找香港警方 或者是香港的特首 或者保安局局長 好言相勸 或者出言警告也好 為何要出動到外交部 這件事是否真是 國與國之間的問題 這個外國記者協會 究竟是否一個外國的組織 或者是中國視為一個干預香港的外國組織 要出動到外交部 這個真是奇怪 當然了 陳浩天的香港民族黨 未是執政黨 香港亦未是獨立 所以這亦不是外交部出師原因 估計就是中國外交部 當這件事是大事 即是一個外國記者會 入面有外國記者 有時會有駐香港的領事在聽 怕香港獨立的話題 就在國際社會散播出去 或者是由於這些領事 或者是外國記者 或者是商會的人 會因為這個題目而走去聽 那就是成為國際事件 這個是外交部的想法 那我的想法是甚麼呢 就是我從保護香港的反對派 在那個角度出發的 因為現在陳浩天的香港民族黨 就被警方列為一個非法組織 因為根據社團條例 那陳浩天 今次是以香港民族黨召集人的身份開會 警方見起來 可以當在場開會的人 是參與了民族黨主辦 或者民族黨演講活動 涉嫌支持民族黨 或者是參與同獎的活動 當然了 未必會拘捕 但是香港的情勢很難說 如果去到危險 或者是中共覺得要出手干預的時候 參與陳浩天的活動 特別是華人 而不是外國人 可能會遭受拘捕 所以大家要小心 因為在佔中以來 亦有很多事後拘捕 或者秋後算帳 陳浩天現在高調地以民族黨召集人 以及以港獨做主題演講 外國記者、外國領事、外國商會 當然沒事 中共亦不敢動他們 但是本地的社運人 本地的政黨 或者泛民、自決派那些 如果走去撐牆 恐怕是會有問題 香港亦有很多人春光水暖鴨鮮之 舉凡有陳浩天出席的網台節目 或者甚麼場合 都很多人會自己彈開 雖然那些人之前是支持他 謝謝大家